即便色身不在,但导师的身教、言教依旧让大众受用 每年在宣公上人的涅槃日,都会举办纪念法会 以礼拜上人的十八大院、传供等活动 做以主师大德的准准教导 继承上人留给我们的珍贵法宝 以引导社会大众着向亲近高尚的菩提解脱大道 我们没有忘记上人对我们的教导 也希望每个人都成为上人的一个首演 一个分身,继续来执行上人的他的志愿 所以今天你看我们的法会 有从中部的居士,他们坐了游览车 有南部的台南、高雄、屏东的居士 他们一早就来参加法会 最主要就是这一天是特别有纪念的 表示上人是一个大善之士 然后我们要缅怀上人的得责 因此也是算是佛弟子对师父的一种孝道 宣公上人元吉已经25年 虽然设身不在 但是上人的言教、身教以及留下来的法音、法语 依然不断地编册地址们走向觉悟的菩提大道 即使上人不在 大家仍然都可以每天得到真正的受用 史方新闻规文许建议 高雄采访报道 老师 小小小的 刀 哇 你真杨 这么小 你真金 我 我 感谢观看